哈利路亚 愿主耶稣的平安与各位同在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可以和各位在这里一起敬拜祂 今天早上想要用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作为彼此的勉励 主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一样 所以他就教导他的门徒当如何去祷告 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 马太福音六章第九节 第九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第十节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第十一节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第十二节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第十三节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就会用主导文里的其中一段来作为彼此的勉励 我们会来看十一节和十二节并且将他们两个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就会像这样 就会像这样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那我们主耶稣他是真的只要我们去求日用的饮食吗 当然不是的 为什么 因为让我们回来看第十节的话他说愿你的国降临 所以在我们求神的国降临之后我们就求日用的饮食 但是若我们来读罗马书 若我们是来读罗马书十四章第十七节的话 罗马书十四章第十七节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那所以为什么在我们求神的国降临之后 主耶稣立刻他告诉我们要去为日用的饮食来祷告呢 但是使徒保罗他却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所以若我们是来用一个完整的句子做祷告的话 这整句话应该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们就要来思考在求日用的饮食这件事情是否和祈求赦免是相互连接的 答案是对的 那从这里我想跟各位分享两点 那也求神的灵带领我们的学习 第一点第一点是人的堕落 当我们在说在谈论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罪是从何而来 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 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 十九节你必汗流满昧才得虎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 人要归于尘土 那这个是在亚当犯罪之后神对他说的 那我们知道在人犯罪之前他们能够享受伊甸园里所有的果树 但是在他违背造物主之后 人就吃劳碌得来的饭 就像圣经里说的他比汗流满面才得虎口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土地已经被咒诅了 所以当你在劳碌 当你在跟踪的时候 地它会长出荆棘和吉里来 那一个蒙祝福的土地是会充满很多的 结很多果实的 但是被咒诅的地是没有办法为任何的农夫带来利益的 我们现在再翻到诗篇第127篇 第二节会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多么的悲哀 第二节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 唯有神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 这里说我们要吃劳碌得来的饭 也是因此如此我们才能够去养活自己和家人 所以当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 我们就会要去承受去因着罪来受苦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明白是神祂供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当我们在讲这个大自然 我们有天空才能降雨 当我们在谈论自己 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去工作 但是谁赐给我们雨赐给我们健康呢 不是神吗 如果今天没有神的话 我们又如何能够去供给自己的需求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当我们去求日用的饮食 这件事情它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有相连的 我们要去明白自己是否已经被神原谅 因为当我们在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也要去祈求祂赦免我们的过犯 那当然在祈求神的赦免之后 我们也要去敬畏神并且去持守祂的教训 那如果只是去求神赦免 这还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已经犯罪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向前迈进一步 我们要去过一个公义的生活 过一个圣洁并公义的生活 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百二十八篇 第一第二节 诗篇第一百二十八篇第一节 凡敬畏神遵行祂道的人便为有福 第二节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 事情顺利 那这里说到当我们敬畏神遵行祂的道 我们就会吃自己劳碌得来的并且要享福 那在其他的翻译就是我们会很快乐地去享受自己劳碌的果实 那所以当我们去求日用的饮食 那这些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神祂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并且赦免了我们的过犯 并且帮助我们去活出正直的公义的生活 也让我们的生活得神的喜悦 那所以当我们的生活是蒙神喜悦的 我们就不再需要去担忧自己日用的饮食 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那我们一定也要记住 那现在我们再翻开诗篇三十七篇第二十五节 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五节 第二十五节 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 却未见过义人被弃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 那这个是大卫王他所写的诗篇 他说他从未见过义人和他的后裔讨饭 那所以主祷文他不仅仅是去求日用的饮食 主祷文是要让我们去发现我们要去求祈求赦免 并且去悔改 再过来就是要下决心向前行 那当我们过出一个公益的生活 日用的饮食就会赐给我们 那我们就不会缺乏我们的后裔也不会去讨饭 那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颂读主祷文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一定要去明白自己最终的希望是什么 那我们最终的盼望就是要去完全修复自己与神的关系 那就要像在伊甸园的日子里一样活在神的旨意之下 我们再来读另一篇大卫王所写的诗篇 那是诗篇第一百零三篇一到五节 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一节 第一节 我的心你要称颂神 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第二节 我的心你要称颂神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第三节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第四节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第五节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因烦恼凡同 那这个是大卫王他所写下来赞美神的诗篇 那这个诗篇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希望和力量 他说神祂赦免 那神祂的旨意也不是仅仅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而是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 我们的神祂会治愈我们一切的疾病 祂会救我们脱离毁坏 祂也会以仁爱和慈悲作为我们的冠冕 祂也会让我们如因烦恼还同 所以在我们现世的生活我们不再缺乏 神会祂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为什么 那是因为神祂要我们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神祂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让我们可以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我们再来看第103篇第9节和第10节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第10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这两节他和我们去求神免得我们的债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神祂希望祂要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 但是让我们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福气 祂首先祂要来赦免我们 虽然我们的罪是应得永远的惩罚的 但神祂不会永远怀怒 为什么 那因为我们去祈求祂的赦免 我们再继续来读19节 诗篇103篇第19节 19节神在天上立定宝座 祂的权柄同管万有 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当神的国降临 祂同管万有 所以我们的罪就会变得无处可偿 但是祂永远的怜悯都会伴着我们 所以祂不仅仅会赦免我们过去的罪 祂也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去战胜所有的罪 祂也会将罪的力量拿走 我们再过来看传道书第九章第七节 传道书九章第七节 第七节 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 心中快乐喝你的酒 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那所以我们要如何才能够不吃劳碌得来的饭呢 那是当神他接纳了我们的功 是当神免了我们的债 那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去欢欢喜喜吃我们的饭喝我们的酒 我们再继续来读第十节和第十一节 传道书九章第十节 凡你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 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 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第十一节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 快饱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得胜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明哲的未必得资财 灵巧的未必得喜乐 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这几节也是和我们日用的饮食所相互关联的 那当神祂免了我们的债赦 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欢欢喜喜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吃我们的饭喝我们的酒 但这不代表我们就能够去懒散而什么都不做 我们还是要尽力去做所当做的事 做诚实的事并且用心去做 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是神祂给我们的机会 才让我们能够去成功 那这不是说我们进的力战或是快跑 或是有智慧 因为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这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因为所有的机会都是在神 我们的成功也是从神而来 那所以这些就是当我们在去诵读主导文的原因 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并且免我们的债 所以当我们去吃我们的饭 但欢欢欢喜喜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感谢神 第二点 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 当我们在诵读主导文的时候 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向哪位神祷告吗 当我们来看亚各 以撒的儿子的时候 他是否认识他所敬拜的神 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八章 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二十一节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二十一节 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在这里雅各他的许愿 他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 那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那我们不觉得这个许愿 他和很多拜偶像的人是一样的吗 他们的许愿都是带有前提的 因为他们会说 若你让我成功 我就会为你杀一头猪 或是我会为你烧更多的纸钱 那这里雅各他许下了一个有条件的愿望 即使神他在之前已经显现给他 显现给他看 他自己还曾说神就在这里 但在当时他不明白这位神是谁 那在当时 在此时此刻雅各他的确需要食物上 和路上的保佑 那因为在他前方未知的旅程 他的确有这些需求 但是我们的神 他真的需要我们去贿赂他 才能当我们神吗 那雅各在这个时刻 他不知道神是谁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神面前 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去承认自己的需要 我们要去认识这位能够去满足我们所需要的神 所以当我们再翻过来看创世纪二七章来读雅各的故事时 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他是如何诡诈 并且从他哥哥伊萨的手里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 那所以伊萨他就祝福给了雅各而不是伊萨 那我们可以来看雅各他所领受的其中一个祝福 那就是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七章第二十八节 愿神赐你天上的干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辛酒 那这里是神要给他的并且是他所领受的祝福 他会获取五谷和辛酒 但是即使他领受了这个祝福 但是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计划来去得到这个祝福 但是就在他得到这个祝福 他却没有用信心去领受 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说 当我们来看雅各的许愿的时候 我们来看他说什么 他这个愿望是有前提的 如果我们来看雅各的许愿 他的许愿里面其实就是要有食物吃 但是我们知道在他离家之前 他已经领受了这个祝福 这让我们看到他在领受这个祝福时 他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他许下了这个愿望 他也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 所以他许下了这个愿望 当时他也是非常没有安全感 因为他是要逃离他的哥哥 因为他哥哥威胁要杀他 他就到了一个不知道在哪儿的地方 并且要用石头作为枕头 那在这么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下面 他就许下了一个能够去满足他自己需求的愿望 所以今天当我们祷告 当我们在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要有信心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 我们的神他不是其他人 他是攻击我们所有需要的 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里面的另外一个例子 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二节 第十二节 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愿言 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 你们要吃肉 早晨必有食物得饱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记到了旷野 他们的心理状态和雅各当时是很像的 非常地没有安全感 因为在当时他们吃的已经不够了 当时雅各他是独自地去旅行 但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一大批人在行走 那在当时没有食物他们其实是身处绝境的 那神怎么对他们说 那神对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 早晨必有食物得饱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我们要去明白我们全能的神不仅仅是提供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他会像他对以色列人这样子来去将我们在绝境里面去喂饱我们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做 那神他做这些事情有他的理由 因为神他做这些事情就是要我们去明白他是谁 那在这里出埃及这里所记载是以色列人他们刚出埃及进旷野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在之后的四十年是怎么过的呢 我们翻到生命纪第八章 生命纪第八章七到十节 生命纪第八章七到十节 第七节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 那地有河有泉有缘从山谷中流出水来 第八节 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 第九节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 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 第十节 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那神在这里应许他们会带领他们进入那地 那是不缺食物一无所缺的 那你就会去明白我是你的神 那你就会去记念我并且称颂我 所以神祂对祂的百姓是从头到尾都是信实的 那祂也希望祂的子民能够回来去感念祂 但是我们来看最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从以赛亚先知那里就可以知道后来发生什么 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到三节 第二节 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 因为神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 第三节 牛认识主人鱼认识主人的枣 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 所以当这些百姓在应许之地住了这么的多年 他们却不认识神 他们比牲畜都还不如 那在这里就说到牛都认识为祂的主人 驴都认识主人的巢 牛都认识主人 但是我的名却不留意 却不认识那养育他们儿女的父亲 那这些百姓不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 那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要教导我们主祷文 他要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教导我们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像雅各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 只是去求食物只是去求有衣服穿 但是我们主耶稣祂想要我们说 祂要我们去向神说求祢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免我们的债 因为从头到尾都是神 祂来喂养我们 我们一定要去知道祂是谁 我们不能像雅各和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确保祂也是要我们有信心 作为结语 我们来翻到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三十二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我们的神祂不想要我们跟外邦人一样 因为这些外邦人他们所求 活着就是要去求自己所吃的所穿的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去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求天父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并免我们的债 我们要去记得今天早上所谈的这两点 第一点是人的堕落 在最开始的时候因着亚当他违背神 他被感受了伊甸园 那地也因着他的原因而被咒诅 并且人要从劳碌所得的吃饭才能吃饭 所以主啊求祢原谅我们的罪 让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欢欢喜喜的去吃 并且去活出一个蒙祢喜悦的生活 第二点 我们知所信的是谁 我们的神祂要我们在向祂祈求的时候是有信心的 当我们去求日用的饮食 祂就会将我们所有需要的都加给我们 也愿神随听我们的祷告 我证道到此 愿一切荣耀送赞都归于我们主耶稣 一起唱赞美诗四十三首 唱赞美诗四十三首 开玩笑 感谢观看